所以平安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现在我们每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去打滚 在这个世界去生活 我们都面对很多的冲击 想要平安 有时候真的都很难 不知道怎么做 才可以得到这个平安 但是圣经这里讲了给我们听 我们只要有耶稣基督就得了 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将这个平安赐给我们 所以圣诞节是一个有关于平安的故事 如果我们大家认识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都会得到这个平安 今年经济不好 如果你在大陆 你知道他们的民工已经提早了回乡下 本来正确的时间应该是下个月的 下个月中左右就是高峰期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回自己家乡 因为在广东省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做 有很多工厂已经接了 没有东西可以做 他们很旁黄 唯一回乡下 起码可以跟家人一起 圣诞节跟家人在一起是外国人的习惯 但是香港人就不是 香港人就出街去疯的 在外国人就 他们就会好像我们的聖诞 他们在家里是吃火鸡的 我记得我在三藩市有一年 圣诞节 有个朋友 他是巴基斯坦人 我认识一些现在都是恐怖分子 但是那时候他不是恐怖分子 他真的很好 他在圣诞节请我去他家 他跟他的弟弟住 做火鸡给我吃 聊聊聊 因为大家都是 在美国来说 我们都是外国人 去他那里吃火鸡 所以我知道他们在美国生活的习惯 是跟我们香港不同的 我们香港人的圣诞节 是要出去去wet 出去玩 可能玩到通宵达达 就是筋皮力尽了 才愿意回家 但是在外国的圣诞节 是很温馨的 我常常很喜欢看一幅图画 就是落雪 那些雪就铺满了屋顶 你在远远忙过去 屋里面有光 一家人在那里垂在一起 是一个很温馨的图画 是一个很温馨 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些欢乐的气氛 因为你周围都看到一些欢乐 灵力欢乐的事物 或者是一些歌曲 令到你的心是开朗 但是最主要的 聖诞节都是一个关于一个伟大的爱的故事 刚才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耶稣降生在马草 是一个伟大的爱的故事 是神爱世人 是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刺激给他们 让我们这帮有罪的人 不致灭亡 凡得永生 来拯救我们 来拯救我们 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 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在伊甸园有一天 撒旦就遇到耶稣 撒旦就拿着的 好像雀仔龙 他说我把所有的 全世界的人都混在一边 哇真的有趣 我要折磨他们 耶稣就问他 之后呢 之后我就杀了他们 我现在要败坏他们 让他们背信弃义 让他们重情 让他们去重他们的情欲 让他们做尽一切坏的事 到最后我杀了他们 耶稣说 如果我要跟你卖他们 行不行 撒旦说 不是吧 这帮这样的人 不值得你卖 他们只会对你不忠 他们会把你钉十字架 他们会流你的血 耶稣说 是 我都想卖熟他们 那要什么代价呢 撒旦说 我要你的补血 我要你所有的东西 要你死亡 耶稣说 好 那这个就是神伟大的故事 神为了爱我们 就是愿意这样去救赎我们 所以圣诞节呢 所以圣诞节呢 不是圣诞路人的故事 是一个伟大的爱的故事 我们要跟我们的后一下一代去教育他们 那圣诞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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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是说平安 讲爱 圣诞节呢 圣诞节呢 如果你是老闆,你會不會很謙卑去對你公司洗清潔的阿嬸呢? 你會不會對他們工作很卑微的人很尊重他們呢? 還是你運用自己高高在上的權力呢? 在我們人世間,我們做CEO的就是高高在上的 下面的人是服侍我們 但是耶穌來到這裡,他說不是 我的角度是大的,服侍小的 耶穌要為我們洗腳 所以聖誕節都是一個謙卑的君王的故事 阿歷山大大家都很清楚 他征服那個角度是很廣闊 他是用什麼來建立他的王國呢? 流血 但是他是流別人的血 這個世界你要做君王,你就要流血 打仗嘛 中國人也有句話,一仗功成盲骨夫 阿姨阿姨 阿姨阿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